爺爺 爺爺 请问咱们村有没有个叫冯小倩的呀 那秦鲁他家怎么走呀 哦行那谢谢爷呀 谢谢你 麻烦你了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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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小倩 是你吗 你是冯小倩吗 你是啊 你你你不认识我吗 我们认识吗 我不认识你啊 你再好好看看 你这你真的不认识我吗 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 我们真的认识吗 那你不记得我 那那你记得他吗 你是你是那个 那个叫 你是孙乐是吗 你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又高又壮的 我记得你之前瘦瘦小小的 你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 我真的一点都没认出来 真的是你吗 是我啊 我变化确实挺大的 不过倒是你 真的没怎么变 还是那么漂亮 哎呀哪有 你别乱开玩笑了 你怎么跑这来了 我来找你的呀 哎下了这么大的雨 你在这干嘛呢 哦我这 我这不是国庆节回来放假了吗 然后我看这狮子落了一地 我把这刚好称这个功夫赶紧摘一摘 这么多年不见了 咱们别在这儿聊啊 去你家坐坐可以吧 对对对 坐坐坐 不好意思啊 来我帮你拿 没事没事这个坐 没事 走吧我家就在下面 下面就我们一家 走 行啊走吧 你先坐一下啊 家里乱了 然后你别嫌弃啊 没事没事 挺好的嘛 嗯那我去换个衣服 你随便坐啊 别客气啊 行那我等你啊 好 哎呀哎呀 坐坐坐嘛 客气啥呀 来喝点水 没有我是不是等你的吗 家里也没有一个像样的杯子 因为我们这儿 家里平时不来什么人啊 别嫌弃啊 没事 你说咱俩还客气啥呢 小倩你快坐吧快坐吧 别忙了小倩快坐吧 好是柿子 好 好 行你快坐 咱们聊聊天 你也坐吧 行 别跟我客气快坐 好的 不吃了小倩 聊聊天吧 说说话 呀我这刚算了算 我们两个有差不多 十几年没见了吧 刚看见你 我脑子一下都懵了 呵呵 你看你 都不认识我了 哎 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啊 我啊 我挺好的 我挺好的 你呢 嗯 挺好的 小倩你就别骗我了 你在网上发的那些视频啊 我都看到了 我还是你粉丝呢 没想到 这么多年不见 你身上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哎 事情都过去了 没事了 哎 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啊 先别说我了吧 我还想问你呢 当年好好的 怎么就突然出学了 你知道害得我一通好找的 本来想去你家里问问情况呢 结果转了一圈 发现你家在哪 我当时都不知道 后来我就去问老师 老师说你申请休学了 正好 哎 那段时间我爸爸要去外地做生意了 然后就给我办了 当时转学手续嘛 我们一家也就搬到外地去了 当年咱们还小 都没什么联系方式 哎 想不到这一下 十几年过去了 哎 你还记得那谁吗 那个志强 咱们搬那个 经常跟我一起玩那个小子 嗯 他那天跟我分享了你的视频 我才知道你 发生了这么多 哎 这些事情嘛 我真的是实在忍不住了 才来找你的小千 其实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 嗯 在我六岁的时候 我的就亲生的妈妈 因为嫌疑了家里去了 嫌疑里的环境不好 然后她就出去打工 再也没有回来 爸爸呢 一直也很好 对 爸爸一直就是在外面给别人开货车 当时家里就 我跟奶奶两个人 嗯 后来 过了两年 奶奶也不在了 我还被送姑姑 送去姑姑家住了几年呢 没照顾你吧 嗯 后来就是 爸爸又在不了 就是现在的妈妈 嗯 其实她刚来的时候 对我也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那个时候家里穷嘛 她就觉得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也没用 都是在浪费钱 可是你当时学习那么好 所以上学这个事情 真的是我一直在争取 可惜 真的是天不遂人愿 后来爸爸 有一次在路上 为了救出车祸的一家人 吸入了过多的浓烟 回来之后 就是病倒了 啊 当时家里借了很多的钱 去给爸爸看病 但是我没有治好 怎么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后来就没过多久 爸爸就走了 所以当时 我真的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才促学回家了 我说当时你促学回家了 好了 先促学完不再 不好 不说了不说了 不过去了 你看你 好愿意来一趟 在家里吃个便饭吧 我去摘点菜 小倩你别忙了 别忙了 天色也不早 不先回去吧 肯定要留个吃个饭 家里这边条件有限嘛 吃的都比较简单 我去给他摘点菜 行 没关系 我帮你一起 没事 小倩 做什么呢 这么香 我帮你一起做吧 你出去等着吧 我就炒两个家常菜 马上就好了啊 没事 帮你一起嘛 不用不用 你快出去吧 快出去吧 这里面呛得很 快出去 行 那我出去等你啊 好 真是麻烦你了 小倩 麻烦什么呀 不麻烦 家里最近没有什么人 我妈跟孩子们都还在姑姑家呢 所以家里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 我随便做了两个 你别嫌弃啊 哎呀 已经很好了 走走走走 挺好的吗 一看这饭就很有食欲 可香 家里只有馒头 吃馒头可以吗 行 不挑的 那行 那我去给他摩 好嘞 早就看见视频你 做饭可香了 我今天也算是有口福了啊 那快尝尝了 一会儿凉了 快吃吧 看着就好吃 这味道真不错 多吃点啊 好 我可不给你客气啊 嗯 还是窑洞里面比较暖和 是啊 这山里面 这一下雨 确实是挺冷的 嗯 这两天降温了 山里一下雨就特别冷 哎 你刚才吃好了没 吃饱了 你这个手艺明不虚传啊 跟视频里拍的一样像 我都吃撑了 你别嫌弃就好 说什么呢 别光故事说我了 就是这么多年没见 我看你变化挺大的 你过得怎么样啊 哎 我呀 我当时转学以后 不是联系不到你了 就跟着父母一起去河北那边了 也不知道你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 再后来就到了高考了 田志愿的时候 我心里啊 一直放不下咱们的约定了 所以我又考回了沿岸那边上大学了 当时在田志愿的时候 父母其实特别反对我来这边 他们一些想让我去北京的 因为那边资源好啊 离河北又进一遍 其实你知道吗 上大学以后啊 我还偷偷来找过你一次 结果来了以后 听见村里说 你已经结婚了 我也就没有再去打烊了 只能是在心里啊 摸摸祝你幸福吧 是吧 咱们当时不仅说要考同一所大学 我咋还记得你说过 你好像是喜欢我的 你好像还想嫁给我来的 是不是 哎呀你别胡说了 别胡说了 没有的事儿 你哪有说过这些话呀 像你条件这么好的 肯定早就结婚了吧 我 没有之前谈过一两个 后来谈一段时间以后 感觉还是不太合适 就分手了 现在正好嘛 我爸妈年纪也大了 我们也这都回老家来 这不看到你的视频以后 我第一时间来找的 看上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的挺辛苦的 哎没关系的 都过去了 而且我相信 日子也慢慢都会好起来的 你刚说叔叔阿姨也回来了 他们身体都还好吧 哦 你说我爸妈呀 嗯 他们身体都还挺好的 现在正好跟我一起 回老家这边了 哎 说起我爸妈来了 你还记得你上学的时候 经常问我 说 孙乐 您天天咋有这么多零花钱 对啊 您记得吗 记得呢 哎 其实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啊 我就是看你比较节俭吧 每次我就偷偷从家里拿我妈的钱 哎呀 每次当时被家里发现 就跟我一顿暴揍 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我就说你那个时候怎么那么大方呀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是对每一个人都大方吧 当时还小嘛 就是想让你多吃点好吃的 能过得稍微好一点吧 所以说 挨这顿做也值了 是吧 哈哈 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原来是这样 哎 对了 孙倩 我给你看个东西 什么呀 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啊 来 你看 啊 这张照片你还留着呢 当然啊 这不是在那个 那个叫 志强 哦 对 你看你这记性 哈哈 你直接太长了 在他们家里拍的嘛 是啊 当时给咱俩拍完佛照以后 我记得不只有照片 你还记得你在后面写了什么话吗 啊 啊 啊 那个时候太小了 那会不懂事啊 哎呀 我 我不好意思 你是开玩笑的吗 你 你当时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嗯 你要是开玩笑 那我可当真了啊 哈哈 哎呀我真的 那会太小了 哎呀 哎对了 你是也是在 做短视频吗 我看你从见到我就一直在 在拍 没有 我这不是 从网上看到你一直在做短视频吗 我想着我这一趟过来找你的话 也是 挺有意义的 所以想着也能帮你记录一下 哎 咱俩这么久没见了 也没有个联系方式 你这样 咱俩加个联系方式吧 好吧 我后期把这个视频发给你 嗯 可以不 好 嗯 呵呵 你看 跟你聊得太投入了 不知不觉啊 看天都黑了 我是时候也该回去了 啊真的 天都黑了 是呢 嗯 那那好吧 那我就不留你了 我还要去我姑姑家接我妈跟孩子呢 行 那正好咱们一起走吧 嗯 好 走 哎 小倩 啊 对了 哇 差点忘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拿上吧 哎 你这是干什么啊 不能说 你 你看 我自从看过你短视频以后啊 你最近过得真的是 太不有力了 嗯 作为我来说呢 我也有什么包子上你 我只能说是 这点小钱你收下吧 就当做我一点小心意了 好不好 你不要这么说了 你知道吗 我今天 我今天能见到你 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我没想到就是这么多年 还能再次见到你 这是我这段时间以来 最开心的一件事了 你要是再给我钱 我就肯跟你急了啊 你不要 你拿回去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不是客不客气的问题 当时上学的时候你还记得吗 没有你天天按着我学习 我怎么会考上大学 对不对 我怎么能有今天的成就 这是两码事 不能收 赶紧拿回去 你再这样我真的急了啊 哎 那好吧 反正联系方式咱们也加了 好吧 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 那你 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是开车来的 刚刚开始找咱们家的时候 找这边的时候 把车停在上面 在上面啊 没事你不用担心我 咱们一起上去或者走吧 好 那你今天下雨呢 不滑得很厉害的 行你放心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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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